剛剛老師有提到成員的部分怎麼匯進來 您可以點到這個成員 有沒有一個匯入 有沒有 好你就從這邊 那原則上它其實是有一個那個 您可以用Excel Excel整理一下 它的那個編號Email 然後它的 First Name Let's Name 好就用Excel整理好 整理好之後直接讀取檔案就可以直接匯入了 有沒有 先選好檔案之後按匯入就可以直接進來 但是各位的各位老師應該 應該是不需要才對啦 我不太清楚就是那個iSchool那邊 能不能直接幫老師加進去 如果可以就 比較方便啊如果不行 對對可能就是老師要準備一個那個 對對對班級明條也可以就這樣直接扣進去就好 好那這樣可能就比較快 就比較快一點 好那 這個是 針對剛剛老師提到的部分跟老師做一個說明